嗨!各位同學大家好 各位要國三升高一的同學即將面臨到會考 我現在來提示九個會考的重點 第一個是 記得在考試的時候先寫選擇題 而且選擇題要從頭開始寫 為什麼勒?因為前面的題目會比較簡單 你寫起來會比較有信心 千萬不要從後面開始寫 因為後面的題目會比較難 而且記住不要先寫非選題 因為寫非選題必須經過規劃 我等一下後面會說明 所以記得寫題目由從頭開始寫 從選擇題開始 OK? 第二個重點是 會考從103年到108年 他的選擇題題數大概就落於25題到27題之間 我們在寫選擇題的時候大概就只能花50分鐘 兩題非選題各花10分鐘 這樣總共就花了70分鐘 因為會考考試考80分鐘 所以最後剩10分鐘的時候 可以拿來想難題跟檢查 記得一定要把時間掌握好 當我們把時間掌握好的時候 我們的緊張程度也會降低 OK? 第三個重點是 會考的難題多為混合觀念題 例如103年的第21題 像這一題就問到了重心 問到了面積 問到了遠 問到了高 問到了邊長 你看他就混合了五個觀念 所以你在觀念跟觀念之間的轉化 一定要很流暢 如何培養這個勒? 首先你要跟對老師 如何讓觀念跟觀念之間轉化流暢呢? 你必須要常常觀察高手他用什麼角度切入這個題目 記得去模仿別人的想法 就很像你看一些高手在打電動一樣 你就知道 喔!原來可以這樣操作 知道嗎? 一定要跟高手交流喔 OK? 第四個重點是 會考的題目記得一定要操作 不要憑空想像 例如104年的第22題 你一定要大膽假設位之數 大膽去列出位之數之間的關係式 例如我這一題我就會假設XY 但是這一題XY實際上是沒辦法求出來的 但是我可以求出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而且他要問的也是彼此之間的關係而已 所以一定要掌握這個重點 記得一定要操作 藉由操作中把答案求出來 OK? 第六個重點是 在會考有些題目你一定要答得夠快 例如104年的第六題 你在答這種題目的時候 一定要直接看出三根魚 OK?千萬不能展開 因為你展開計算你就慢了 你一定要節省這些題目的時間 然後把時間拿去想難題 OK? 很多題目一定都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當你很多題目如果你是用爆開的 或者是用展開的 記得要跟別人討論 OK? 第七個重點是 如果你今天寫到題目你是用暴力法展開寫寫寫很久的話 我跟你講你的方向一定寫錯 如果你暴力法展開寫還寫不出來 方向一定寫錯不用想 例如104年的第16題 這一定是利用英式分解 而且英式分解完了以後 記得計算的第一個步驟 一定要先觀察 不要急於計算 觀察非常重要 不管在觀察題意 觀察內容 觀察計算式子 因為很多同學看到計算式子 是猛算的 看到計算就一直猛算 不行 看到式子記得要先觀察 這也會降低你初心的機率 OK? 第八個重點是 因為我們考很多選擇題 選擇題的其中一個考法 就是 我們可以把答案往題目裡面帶 我們不需要真的把答案算出來 再去選下面的選項 有時候我們必須把答案往題目回帶 因為有些題目 他甚至是沒辦法算出答案的 你沒辦法直接算出答案 你必須由他下面給的答案 回去逆推 到底誰有可能 誰不可能 例如107年的第16題 OK? 一定要有這個觀念喔 因為這在很多數學禁事上 常常都採用這樣的方式 例如說AMC 他都考選擇題 他裡面規章 明文規定就有寫 我們今天考選擇題的目的是 有些東西 你可以利用答案往回推 我可以知道哪些是不可能 竟有選出可能的答案 OK? 會考的第九個重點是 齒規做圖的選擇題是關鍵 記住喔 因為他常常會問說 假這樣做對不對 蚁這樣做對不對 你如何很精準的可以答出來 記得 對的話要有辦法證明 錯的話要有辦法舉反例 養成這個習慣 當你養成這個習慣 平常在練習的時候有這個習慣 我相信你這個題目一定會百分之百正確 OK 最後預祝各位考試順利 有緣再見喔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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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